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跟我们谈谈现代瘟疫我们怎么去面对 刘医生他会很浅显的去解释说什么是病毒 这一次的武汉病毒跟前一次的SARS病毒 为什么都是从中国所发生 很多病毒其实都是在动物身上 那动物身上病毒呢 为何又会慢慢变成可以感染人的病毒 我们也会谈到说医院如何去诊治 受到武汉病毒侵害的病人 所谓的支持性疗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疗法 而且大家都知道说流感好像造成更多人的死亡 相对于这次的新冠病毒 但是面对新冠病毒我们反而更恐惧 那这中间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 以及面对新冠病毒 或是各种未来可能出现的传染病瘟疫 我们个人如何能够增强自己的提纲力 才是最终的网道 好 那我们就很高兴了 欢迎刘仁峰医师来接受我们的访谈 各位陀各学校的学长学弟大家好 我叫做刘仁峰 那我本身是41届毕业的 我是高三25班 那我们前一阵子才办过30重聚 所以对学校来说 那种以前当高中生的那种感觉 最近一直都很浓厚 我还特别花了一千一百块买了一件外套 就还穿上就是建宗以前的那种陀科外套 就还穿在身上 那我是民国78年毕业之后 后来是考上台大医学系 七年之后呢 就是毕业之后就到台北荣总胸腔部 受了六年的胸腔内科的专科医师训练 训练完之后 民国91年到93年到主动农民医院 因为我是工备生 要下乡服务两年 那之后的话就到杨梅的一个地区医院 叫做宜仁峰医院服务 大概一直服务到民国104年 之后的话就是稍微转换一下跑道 那大概在三年以前在台北 跟着李源德教授就是以前台大医院的前院长 心脏内科的权威 还有几个班上的学长学弟 一起创立一个叫做医者诊所 那一个东西就是 基本上来说跟现在的健保系统是不一样的系统 那是全部都是自费的 最主要是希望提供大部分有需要的人 一个second opinion的一个场所 所以目前来说 大概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30年了 大概来说经历其实都是在医学界里边打滚 那很容易今天有这个机会上这个托克学校 跟各位学长姐分享一下 这个最近对于这个新型的瘟疫 的个人一些感想 任凤刚好其实就是胸腔科的医师 那在这武汉病毒啊 现在正是你最应该是 所有胸腔科医师都是瞩目的一个焦点 那今天也很高兴 你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瘟疫在现代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想就直接破题进去问一下说 武汉病毒或说它现在已经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名称 叫新冠病毒 它究竟是什么样东西所引起的 这个所谓病毒的意思就是说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体 那病毒我们英文当然叫做Virus 那它一定要进到一个生物的细胞 然后利用那个生物细胞里面本来的一些工厂 去做它繁衍病毒后代的一个程序 所以说所谓现在讲的新型冠状病毒 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前天才把它重新命名 叫做COVID-19 不管它叫做武汉肺炎也好 反正就是一个新的冠状病毒 它本身是一个RNA病毒 我想大部分学长学弟在高中都有学过什么DNA RNA病毒其实最广为人知的就是 每年冬天会流行的流行性感冒 它本身也是一个RNA的病毒 它的特性就是它很容易突变 它不像是DNA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以前读生物 人类的遗传物质就所谓的DNA 它是双骨螺旋 那RNA的话通常只有单骨 那双骨螺旋的好处就是说 或者说坏处 双骨螺旋就是说 如果在复制的过程里面 双骨里面有一段出错了 有一个地方出错了 它可以用另外一个copy来当做模板 去把它修正回来 所以基本上来说 用DNA来当做遗传物质的生物 它比较不会突变的太快 但是RNA因为它只有一股 所以它变了就变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每一年我们都要打过一次流感疫苗 因为每一年流感病毒株 都会稍微有一点便宜 那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RNA病毒 所以我们现在搜罗 很多病人的简体 其实就可以知道说 它其实一直在突变 有一些基因的专家呢 甚至可以从中国大陆 提供的这些病人所有的简体 看它RNA序列的变异度 可以追溯说 第一个这个第一个新型 人传人的冠状病毒 它大概是在11月底或12月初 才第一个在中国大陆里面出现 所以在那之前 这个病毒似乎是没有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RNA病毒 它其实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是突然出现的 等于是人类历史上面 那个黑天鹅 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它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刚刚提到说 它是突然出现 其实大自然当中 就像说人类现在还没有能力 可以制造出一个有机生物体出来 代表说它不会突然出现 一定是在什么样状况之中 这些基因啊 或者这些东西 它已经存在在哪里 然后但是它变异之后 才变成人传人 是这样子的意思 其实祖孙问的这个很好 那我想科学家 都已经在盯这个东西盯很久了 那大部分的 像这种冠状病毒 它的天然宿主里面 跟人类最相近 就是常常我们都会把 这个就是会怪罪到蝙蝠身上 蝙蝠 我想这一阵子 大家看报章杂志 有一次在讲说什么 舟山群岛的什么蝙蝠啊 什么的 就是我们已经对于 这些蝙蝠里面的 RNA病毒的序列 已经研究很久了 那这一次的 新型冠状病毒 看起来就是从2015年 中共解放军 其实它本身就有发一个paper 就是它发现说 那个舟山群岛的 那个地方的蝙蝠身上的 冠状病毒 跟以前的SARS病毒 看起来差不多 然后它看起来 已经具有传给人的潜力了 那这一次所看到的 新型冠状病毒 跟2015年的 那个蝙蝠里面的冠状病毒 RNA序列的相似性 大于90%以上 所以最有可能 这次突然出现的这一支 是当初那一个 蝙蝠里面的RNA病毒 它可能经过了 自然的突变 或者是人为的修饰之后 所出现的 那现在大家因为 阴谋论还蛮多的 所以现在还很难讲 现在说美国也要介入调查 大家也要介入调查 然后怀疑是武汉的 P4实验室逃出来的 像这种阴谋论 当时每一次都有讲 像2003年的那一次SARS 它也是一个冠状病毒 那到了2004年2005年之后 它就突然就不见了 那代表说 它可能在大自然里面 它并没有一个宿主存在 除了人类之外 所以那个时候也传了很久 说那个是 中国的生物食品是漏 漏出来的 它在自然界里面 没有别的宿主 所以它很容易被消灭掉 那这一次到底 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很难讲 其实也有很多专家认为 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它会像2009年的H1N1的 流行感冒病毒 它可能最后面就会变成 每年冬天会来一次 每年冬天会来一次 那到底最后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这题目既然谈说 瘟疫在现代 那当然现在最流行 这是这个COVID-19的这个病毒 那人们刚刚也解释说 它是个RNA病毒 但我想另外问一下 就是说呢 在以前好像造成 这个人们人类大量瘟疫的 其实都是细菌所引起的这种疾病 跟我们现在看到这种RNA的病毒 是不太一样 要不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人类历史上面 病毒所引起的瘟疫也蛮多的 当然如果再往中古世纪来看的话 以前大部分都是因为祸乱 或者是那个是一个祸乱感菌 或者是说中古世纪 大家最有名的什么黑死病 那个也是一个感菌 就是所谓的鼠疫 或者是瘟毒 那其实那些都是细菌 但是事实上 天花 像这样子就是一个病毒 天花在白种人去统治 每周的过程里面 其实扮演一个很非常强的角色 各位如果有常常看过 一些科普书籍 像枪炮钢铁 像这样的书 他里面就会常常在描述说 当新旧文明在接触的时候 可能拥有抗体的 就是已经拥有对某一个疾病 有抵抗力的那个族群 他可能就一细间就用传染病 把另外一个族群给消灭掉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 我们以前的克罗马农人 就是所谓的现在的智人 就是我们人类 Homo sapiens 那个时候为什么把尼安德塔人 给消灭掉 好像也是借由某种传染病 那个时候美洲人 印第安人 或者是原来的传统的中南美洲人 为什么被几百个西班牙人 就把他灭掉 那个时候也是借由天花 那人类其实上最有名的病毒 始终是流行性感冒病毒 就是1917年到1918年第一次 那1957年第二次 1968年又第三次 那三次的流感大流行 其实带给人类很大的伤痛 那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刚刚好打到一半 双方都因为瘟疫就打不下去了 当我们的社群越来越大 我们一个城市从十万人到百万人 甚至现在我们看到封的武汉 可能里面就1400万人 那因为人跟人的距离 实在是太密切了 所以让病毒性的瘟疫 在现代的社会 比起以前经由粪口传染的那种祸乱 看起来现在用病毒所造成的瘟疫 变得更加的可怕 那这个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 那也是我们必须要 handle的一些problem 所以刚刚也提到流感 那其实每年的冬天 大家都在打流感疫苗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新闻 他讲说其实流感造成全世界死掉了 好像比这次的这个病毒还要来多 那为什么这个新冠病毒 对大家这么害怕 但是流感也是传染啊 也是死了更多人 大家反而好像没有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注目 是 最近报章杂志也是会讲这个东西 那今年的流感真的还蛮凶的 那听说美国好像现在已经死亡 已经上万了 那这个在美国这种国家都还这样子 所以可见是很厉害 但是流感基本上来说 是我们本身对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每年我们也会拨一定的预算 像台湾从过去三年到四年 大概每年政府都会跟国际各大药厂抢 650万支 其实每一年都是越抢越多 像我记得我刚刚政府打公费流感疫苗 到目前为止 大概打了十几年有吧 如果说大概印象没有记错 一开始可能都只有打一百万支 后来就越来越多两百万支三百万支 那为什么越打越多 就是因为有打的时候 基本上来说我们在第二年再回去看 因为流感重症而死亡 或者是伤残的人 的确是跟当年有没有对 就是病毒株到底对不对 或者是打多少量 其实是有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会越抢越多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说 我们都已经有固定的预算 而且我们也知道 流行性感冒现在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药物 像大家这个时候能强的克流感 或者是瑞勒沙 或者是现在来说 那个日本在今年十一月 在台湾才刚刚上市的一个新药 只要吃一次就好 那流感基本上来说有各式各样的药 那新型冠状病毒比较让人家害怕的是 全世界的人对它都没有抗体 我们每年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 对于流行性感冒 你再怎么样变 它基本上还有一定的 就是我们身上有一定的抗体存在 像今年据说B型流感的病毒株 世界卫生组织根本没有猜到 可是即便是如此 有打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就算是病毒株A或B 完全没有猜到的那一年 根据美国的调查 大概都还有30%的防护力 那在台湾我们胸腔重症医 是其实最有感 最有感觉的就是 每一年的重症 需要按上叶克膜 或者是要插管 弄到肺炎 那个成人呼吸球 都是非常厉害的人 那些人其实都是没有打疫苗 所以基本上来说 有打疫苗 基本上有防护力 所以对于流感来说 我们是可以应对的 但是新型冠状病毒这件事情 就会让人家不知道 因为资讯不透明 就像是我们大概来说 它从出现在人类社会 到前面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以前 我们才发现说 原来有那种超级传染者 完全没有症状 一个人可以传几百个 就像现在的钻石公主号一样 就是从一个人开始 每一天你都可以看到日本 你又多三十个 你又多四十个 所以对于这种不可知的病毒 我们最怕的就是说 当它一下子造成十万人的感染 里面其实只要有1%的重症 其实老实说 我们的医疗就会被瘫痪掉 其实就像是武汉现在的情形一样 整个被封掉 然后不得不军队进去管理 或者什么的 不然整个社会秩序就荡然无存 也许里面有很多人是不应该死的 只是因为本来的医疗系统 已经全部崩溃掉了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是资讯不对的 所以我们对于流行性感冒 我们反而是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因为我们可以预测得到 而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真的是看不到将来会怎么样 所以刚刚提到说 这个病毒很可能是从蝙蝠 它的RNA有一部分的类似性 所以其实动物也会有病毒 不是只有人 是是是 我们很常听到什么禽流感 猪瘟 就是去年猪瘟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像这样子动物的流感 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毒行为所产生 跟我们遇到这个比如流感 或是说新冠病毒 它是有一定性的类似性吗 组织人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基本上会在这个世界上面 所谓的狡兔有三窟 所以说一个病毒 如果它可以在人类上面活 可以在兔子上面活 可以在猫上面活 可以在蝙蝠或者是在 特别是鸟类 那这样子的话 它基本上来说人类就很难 完全把它根绝掉 最特别的对比就是天花 因为天花这个病毒 因为只有人类一种宿主 所以说我们只要控制好人 看到有生病的人就把它抓起来 或怎么样 怎么样就把它割离 那这样子的话 最后天花就会走投无路 所以天花现在只存在 苏尔跟美国的P4实验室 然后被关在一个 并天雪地的地方 获得有效的控管 可是相对天花而言 像流行性感冒病毒 像主持人刚刚讲的侵流感 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病毒本来都是在鸟 本来都是在鸟的身上 那每年那个西伯利亚那边的候鸟 就会往南飞 然后又往北回去 像那些野鸭 基本上来说呢 在候鸟身上 在鸟身上面的流行性感冒病毒 是千奇百怪的 像在我们人类身上的病毒 大家常听到的就是 H1N1 S2N2 不然就是H3N2 大概这几个 所谓的H的意思 跟N的意思 就是流行性感冒病毒 它表面的一些蛋白质 分成两种 一个是Hemaglutinin 一个是Neuroamidase 我们人类是刚刚讲了半天 只有H1一种 什么N1一种 或是H3或是N2 这样子变来变去 但是在鸟上面 我们现在可以从H1 一直数到H17 就是1到17 然后N的话也可以听到 什么从N1到N9 所以它们的排列组合是很大的 所以你会知道说 这些病毒 RNA病毒的 基因库在鸟上面是最大的 然后它基本上来说 它也可以传给猪 然后它也传给其他的 普雷动物 现在最常听到的H1N1 就是2009年 在墨西哥出现的 那个新型的H1N1 基本上来说 它是从猪跟鸟身上 获得重组 那当人类碰到这种 新一点的 丢新型感冒病毒 像2009年的H1N1 人类有一点点像是 这一次面对新型冠状病毒 一样完全没有抵抗 所以H1N1那一次 其实也是横扫全世界 大概也是死了好几万人 那基本上来说 不过人类对于 丢新型感冒病毒 是比较有把握的 那所以 这些RNA病毒 其实在宇宙万物身上 其他生物身上 真的是蛮多的 那人类总是要学习 跟这些病毒和平相处 好 了解 所以说到 弹丸的行流感 动物会遇到的疾病 我们再回到 我们人会遇到 其实最近这几年 比较流行的 应该就是 你刚刚提到说 2003年的SARS病毒 然后其实前几年 还有这个MERS 也是中东这边的MERS 可能台湾这边影响比较不大 对 但是大家应该有听到 跟这一次的武汉病毒 那这几个病毒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相似 或是不同的地方吗 我想大家都是老人家的 所以对 应该说民国92年 那个时候的SARS 记忆非常非常深刻 那这三种病毒就是 刚刚主持人讲 2003年的SARS 2015年的MERS 跟现在2020年的 新型冠状病毒 他们都是冠状病毒 就是我们平常其实 冠状病毒也会传染给人 然后造成感冒的症状 可是它跟你好来好去的时候 它就只 它只会侵犯你上呼吸道 我们所谓的上呼吸道 就是指声带以上的这些呼吸道 那些都是一般的感冒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 什么鼻病毒 肠病毒 或者是其他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这个世界上会在人类的上呼吸道 产生感冒症状的病毒 有好几千种 好几万种 但是老实说 只有流行性感冒病毒 跟我们2003年的碰到的SARS 跟2015年的MERS 跟2020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它能够非常轻易的 轻易侵犯到下呼吸道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 每年的流感重症 其实它胸部X光片的表现 跟电脑断层上面的表现 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 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 的表现就一模一样 只要是病毒侵犯到下呼吸道的表现 就是两边都像雾一样 这个样子 然后一下子就变成成了呼吸窘破 症候群 意思就是说 肺炮里面都装满了肮脏的东西 让我们没有办法呼吸 那我们讲说 这三个年份 我们所遇到的冠状病毒 本身呢 看起来最有致病例 所以最有致病例 就是致死率最高的 其实是2015年的MERS 就是中东呼吸道的那个病毒 它本身的宿主是骆驼 所以它也是一样 它因为不是只有在人上面 它有骆驼 所以每年都会飘 都会坐着飞机 从中东出发 然后到这边来 可能会一两个 那排名第二名的 就是当年的SARS 2003年的 那我们今年所碰到的冠状病毒 看起来是三个里面 传染力最高 但是致死率最低的 各位可以看到说 大概来说 中国大陆的统计 现在致死率好像都在 本来一开始说15% 后来说11% 现在可能慢慢的掉到 1%到2% 因为后来就发现 有很多人其实轻症 那我相信中国大陆 其实有更多 已经感染过的 但是没有被发现 所以我猜最后面的致死率 它会比现在的1% 可能还要再低一点点 也不一定 那所以这三个冠状病毒 基本上来说 它的差异点是这样子 那我个人的感觉是 其实2003年的SARS 它侵犯的地方 最主要是中国 香港跟台湾 那其他国家 其实伤害比较少 那2015年 其实伤害的国家是南海 2015年的那一次的南海 其实给我们一个 很鲜明的对比 因为那个时候 我有特别去研究一下南海 你会发现说南海 基本上来说 面对MERS 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医疗系统 跟台湾 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是分为 宗教医院 大学医院 跟财团医院 就像台湾的 长根医疗系统 或者是那个宗教医院 像是马街 或者是说大学医院 像台湾大学 辅舍医院 他会有新竹分院 或什么医院 那他们也是一样 跟台湾一样 一般人都可以进 都可以进出急诊室 非常的频繁 南海人也跟台湾的 就医习惯一样 很容易会逛医院 所以常常说 这家医院发烧没有好 他就马上就搬到 另外一家医院 我们那家医院 还有一个他们跟台湾一样 比较是儒家文化思想 所以他们跟西方医院 不一样 他们的常常一个人住院 跟台湾一样 家人轮流去照顾他 所以就一模一样 所以2003年的SARS 你会发现说 原封不动就搬到 2015年的MERS 那我觉得说 就是相同的国家的结构 甚至相同的企业的思想 你会发现台湾所有的医院 都是几乎在健保系统下面 可以做的很大的医院 其实就像长庚一样 几乎都是流水线化 就是工厂化 其实都是像我们做 以前做科技业的代工 就是越有效率越好 越省钱越好 然后大家都跟罐头一样 这样子一次做出来 其实韩国 它也是从代工业起身 起家 他们的思想是共鸣一样 他们医院也是很大 所以相同的文化 相同的背景 你会发现说 大部分会爆发的 其实就是 类似像我们跟南韩这种国家 当然现在这一次 会不会这样子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觉得 可以再看一下 好 所以你刚才有提到说 像这种一个新的病毒 像这种新冠病毒 刚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们不了解它 所以没有药医 那这些刚出来的这些病人 那他是用什么样的疗法 因为新闻是一直提到说 支持疗法 那他究竟在医院里 他是怎么样在被治疗 对 所谓的支持性疗法 好像没什么 所以说那个陈时中部长 好像是三五天前 好像曾经在访问的时候说 支持性疗法 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 没有啦 其实支持性疗法 就是看缺什么就补什么 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 因为肺都白掉了 所以你缺氧气 那我们就给你氧气 那如果说真的是 给你一般的氧气 都支持不住了 我们就跟你插管 甚至到最后用液克膜 那如果看到甲理脂低了 就跟你补甲理脂 如果看到什么不行 也跟你补什么 这个就叫做支持性疗法 那支持性疗法的话 就是要变成说 医生要很勤劳 那护理人员要很勤劳 就时时刻刻要观察你 说什么地方高了 就压下去 什么地方低了 就补上来 那最主要来说 致性疗法就是 尽可能的维护一个人 生理功能的正常运作 然后等待你的免疫功能 开始觉醒 开始发现这个冠状病毒 是新的东西 然后里面要整菌筋骨 要制造出来抗体 等到抗体大军全部出来之后 那冠状病毒就完全被综合掉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通常来说 看起来从世界各国的案例 大概都要两个礼拜 甚至三个礼拜以上 那当然有一些人 因为免疫系统 就是迟迟没有办法运作 或者是说冠状病毒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似乎可以骗过免疫系统 所以有很多人 其实是不发烧的 就算是冠状病毒 一直进到身体里面的 正常人应该是 看到有外来的病毒 免疫系统其实是会对付它 那个时候会发烧 那冠状病毒看起来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会让人家不发烧 所以免疫系统也不会启动 所以像那种人就变成 很厉害的代源者 散播者 所以我们所谓的 支持性疗法 就是让人家的 让每一个人 本身的免疫系统 争取时间 让他有机会反攻 那我们很激压的看到 像中国看起来 中国其实第二篇 还是第三篇 发表在Lancet的 它那个是蛮大的一个study 里面好像有好几百人 那死亡的人里面 大概只有不到两层有插管 意思就是说 他们连基本的支持性疗法 都没办法做 有很多人可能就是肺白掉了 那已经没有呼吸功能了 但是因为资源不够 所以或者是说 他们的医护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如果在台湾的话 可能就是把它装上呼吸器 然后再等 再等 可是在他们那边 也许就是因为资源不够 我曾经在微博上面看到 一个医生的反省 就是说他所在的湖北的医院 基本上来说是没有 invasive respirator 就是没有那种插管的那种机器的 他没有办法做那一个事情 但是它是那个区域里面 第二号的后送医院 你可以想到说 那个区域里面的第二号后送医院 第一号好像就是那个金银潭 金银潭现在很有名 第二号 第二号里面居然 他们没有办法去插管 这个让我觉得说 就是说 他们本来的intensive care的能量 本来就会不够 所以他们的支持性治疗 可能也只能做到 给给餐 补补水 然后其他可能没有办法做 这可能也是因为死亡率 就是为什么会造成死亡率 这么高的原因 就跟医疗资源 是有相关性的 对 其实我很佩服湖北的那些 医疗同仁 他们真的是 我看他们从12月底 或应该是从1月后半段 一直撑到现在 其实我想真的是 里面的情况是很糟糕的 我相信说 你刚才提到说 其实SARS算是说 台湾过去遇到真正很大的一场 病毒的一个灾难 我相信您的年纪也经历过SARS这个战役 我不晓得说SARS在现代真正对台湾的这个工位 有一个庞大的巨大的一个影响 或者巨大的一个改变 我不晓得说经历过那次战役呢 在整个台湾医疗界 或者说在工位界 我们学到什么样的教训 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自己感同身受最大 当然是我们都是 那个时候的 也可以说是经历者 也可以说受难者 其实在我们的医界里面 就有很多 我们叫做伤痕文学 就是那个时候被关在和平医院里面的人 他们后来之后 其实有很多人投入社会运动 像我们有一个医劳盟 所谓的医劳盟 就是医生劳工的权益的促进会 那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发起的人 当年是从和平医院被关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本来 其实大家也不会演 其实我们以前念医学系 基本上来说是比较乖乖排的人 就是我们不太会想 反正分数到了 反正就是高中嘛 就好好念书嘛 然后就上去 绝对都是很优秀成绩的人 就是只有分数高而已 可是后来突然发现说 你如果不去注意社会的事情 你总有一天会 就是说会 大概会蒙受其害 所以像医劳盟的新 医劳盟的新起 就是2003年的SARS 给一些人很大的反省 就是认为说 医生还是要管社会的事情 这个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发现说SARS之后 整个政府组织里面 其实我们政府好几年来 政府官员的思维 应该是朝上小政府 就是不像是过去的大政府一样 什么都要管 那可是唯一一个在膨胀的单位 叫做机关局 后来现在叫做机关署了 那从SARS之后的两三年 他们每年以100%的量能在膨胀 就是后来就发现说 单单一个疾病就给毁了一个国家 那这个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其实是最近才解密的事情 就是像我们的老师李文德院长 最近有在Facebook上面发文说 那时候SARS来的时候 其实卫生署 那个时候还是卫生署 是叫不动所有的医院 那几乎所有的私立医疗院所都袖手旁观 就是最后就是台大内部 整个SARS都沦陷了 所以台大医院就关急诊 然后有很多同仁都感染到SARS 纯粹就是因为SARS的病人 全部都涌到台大医院去 那那个时候其实连当时的属立医院都叫不动 那各个医学中心袖手旁观 那现在有很多秘辛被揭发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结构上面第三个东西 就是他们把当时的属立医院 就现在的部立医院 拼命的灌资源给他们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这一次的2020年 所有在做防疫工作的 其实有很多是部立医院 像现在常常跟着陈始忠部长 在上电视的那个王毕胜执行长 他本身就是管28家部立医院的执行长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医院都叫不动 所以要我们那个时候 要疏伤和平医院的病患到很多地方 其实是没有办法管控 所以后面后来的这几年 就一直灌资源到部立医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2020年这一次 很多从一级疫区 所以一级疫区就是一开始的湖北 后来有广东 这些回来的人如果有呼吸到症状的人 一定要住院裁减 那这一次的话都到部立医院去 其实都没有到其他那官员的心态就是说 因为台湾因为健保 我们当初在建立健保制度的时候是谈快的 所以弄到最后是70%的医疗机构是私立的 30%是公立的 所以后来就是尽量能够扶植部立医院 那幸好也看起来这一次是有看到成效 那所以我们看到2003年的 203年的傻子带来带给台湾社会的 有社会力量的重新塑造 那有政府机关的重造 还有我们部立医院的崛起 那这三个东西其实看起来在2020年 这一次是管得大用 那幸好2003年那个时候的官员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都还延续到2020年来 像这一次的陈建仁副总统 那他其实是 我相信在这次2020年 他在背后摆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其实我还 我是觉得这一次台湾真的做得不错 相较于其他的东亚国家 真的是不错 对那SARS后来究竟是怎么样就销声匿迹呢 主持人问他很关键的问题 后来就不见了 对对对后来就不见了 当然这个东西 有一些人有阴谋论 其实我们那时候也觉得是阴谋论 因为那个时候就听说 在广东的佛山上面 有中共的生物战研究所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都很担心 我们那时候都觉得说 还是一样是那个 从那个病毒研究所里面露出来的 因为如果说 一般的冠状病毒就像刚刚讲的 在蝙蝠身上有 在穿山甲身上有 那在人类身上也有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那它从人类身上退守之后 它应该会退到别的动物身上面 然后还是三不五十的像MERS一样 三不五十就从骆驼身上又回到人身上 然后又传出来再大闹一阵子 那但是SARS2013年SARS那一年就没有了 所以唯一一个 当然如果我们用自然界的说法的话 就是因为它的致病 应该说它的致死率太高了 所以传到一个人 人死了 他就没有办法再传下去了 这个是比较 这个是比较自然的讲法 但是其实我怀疑 2003年的那一次的SARS 搞不好也是人工做出来的 所以一旦它在人身上没有了以后 它2014年2005年它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跟MERS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另外就是说 透过你的解释了解了很多这些 面对瘟疫病毒的一些基本知识 那从这次的这个新冠病毒 就是从一个新的确诊 或是说疑似病患确诊 然后 进医院 你刚才也解释了自私性疗法 然后现在也有康复的出来 那这整个过程呢 其实医疗体系 它是如何去一步一步去做这样子 我说SOP也好 或是说他们如何去做这整个所有的判断 其实主持人讲到重点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要去发现一个病毒 新兴传染病的过程 其实都是这样子 一个人会发烧或是会流鼻水或者是咳嗽或者是会喉咙痛 其实一开始会造成这样子症状的病毒 可能有好几万种 所以除非像这个疫情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着重的其实都是旅游史 那现代的疾病的系统 其实都建立的 很完全叫做疫病系统 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个 2011年 出来的一个电影叫做 全新扩散 那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看过 那个是个很 那个是个很惊悚的电影 那个叫做contagion contagion 那那个里面其实就把2021年 现在会发生的事情 在2011年大家已经重演一遍了 那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说 一个新兴的病毒会 新兴的病毒传染病会发生 通常都是物种中间原来有的病毒 互相交换了遗传物质之后 才是一个全新的病毒 那因为东亚的社会 大部分都是我们知道 我们小时候 如果去阿公阿嬷家的话 我们东亚的社会都是小农制度 小农 一个小小的农夫 他可能会有一个猪圈 他可能猪圈旁边就养鸡 鸡旁边就有鸭 鸭旁边又有其他的动物 家畜跟家禽 那可能人就睡在旁边 生活在其中 那对对对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生态 就提供病毒非常好 去交换遗传物质 所以从以前开始 我们这个地方 就被西方人认为是新兴传染病 一定发生的地方 那以前中国大陆 并不是这么透明的时候 其实西方人都把所有的 sensor都放在香港 主持人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看到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 其实就看说旅游史 那我们现在自从SARS之后 事实上我们人类一直在等 从1968年的那一次第二次的流感大流行之后 人类一直在等从东亚一定会出来一个全新的病毒 所以那个时候在香港已经步众病在那边守了 那守了40年之后 终于在2009年的墨西哥 居然不是在东亚 居然在墨西哥 他们吓了一跳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 如果说有个新型的病毒出来 我们第一个都是问旅游史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到目前为止 都还在问旅游史这一段 然后相同的症状的人 如果在同一个时候出现多了 然后他们都有相同的背景 比如说一起从香港回来 或一起从武汉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竖起耳朵来 张大眼进来看说 是不是真的不一样 然后再看说 如果说我们用传统的做法 他们都没有退烧 他们都没有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我们的机管局说 怪怪的 好像有个新的东西跑出来了 这个时候机管局如果说他们也研判说 当然不只是只有这家医院 可能相同的状况会出现在很多医院 这个时候在中央的那个人 他所收到的information会最多 那也许就会派人下来取上部系道的检体 最后面收取 也许说DNA的分析 做RNA的分析 最后面会发现说 是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说这个东西都其实要靠说 我们临床医师的警觉性 那至于主持人后来又讲到说 进了医院之后我们怎么样除 是怎么样做的 如果我们一旦会觉得说 我们这个病人或这一群病人 看起来是跟其他以前的病人不一样 我们怀疑它是一个新的东西的话 其实第一个还是按照人类最老的做法 就是隔离检疫 就像是一些欧洲的商船 就是地中海的商船 在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 你要进威尼斯的港口 它通常来说都是让你停在港口外面14天 好像是40天还是14天 确定你船上没有黑死病 它才肯让你进入港口 那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病人怪怪的话 通常来说都会让他在医院里面跟其他人隔离 然后再看看状况怎么样 停看厅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病毒其实刚刚讲说流感其实会做出疫苗 病毒跟疫苗 它究竟是怎么做成一个疫苗出来 流感的疫苗 我想我就说我所知道的流感疫苗 那流感疫苗基本上来说每一年 整个世界可能会生产个好几亿支 基本上来说都是每一年 我们拿北半球来讲好了 每一年差不多在二月中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就是那WHO 它会组成一个专家会议 那就由那些专家去猜说今年冬天 可能这个世界上面北半球会流行哪些病毒株 那它通常会建议两个A型流感 两个B型流感 那全世界的药厂一接到这个号令之后 我就开始买鸡蛋买很多鸡蛋 然后开始种那些病毒株在鸡蛋里面 那些病毒会在鸡蛋里面迅速的复制 然后之后呢 差不多到7月8月的时候 它就把那些病毒从鸡蛋里面萃取出来 然后再开始分装 最后面到10月份的时候就打到大家的身上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过去再问人家 如果是第一次打流感疫苗的话 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说 你会不会对蛋过敏 因为我们那些东西从蛋萃取出来 多多少少会带到一些蛋的蛋白质 所以如果过去吃鸡蛋好死不死 就是会全身红肿的 那就不能打 所以疫苗的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稍早你也大力说 其实打疫苗还蛮有用的 那坊间也很多人是反对大家要去打疫苗 不晓得有机会做一下公共卫生的教育 打疫苗究竟对流感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打疫苗 其实我们要建立一个对一个传染性疾病的免疫力 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去得一次 然后让自己产生天然的抗体 那我们做一件事情总是要考虑利益得失 那打疫苗我们先讲它的得好了 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打了这个疫苗 到底能够产生多少的抵抗力 那美国的疾管局大概每一年呢 它会把每年打了流感疫苗之后的 Effects 就是说你打了以后可以降低多少 大概都做了统计了 基本上来说每一年就是30%到65% 如果你那年完全都没猜对的话 大概有30%的保护力 那如果你那一年猜得很准 大概也是65% 那在台湾的话 因为没有办法像美国的公共卫生系 能做得这么好 所以台湾的疾管局通常都是跟你讲一句话 哎呀每一年因为流感重症而死亡的 都是没有打疫苗的 我可以帮他们背书说这个都是真的 这个都是真的 我前天看诊的时候才遇到一个很年轻的女士 他就说 然后就是我会问到他的家族史 然后他很奇怪他在问诊过程里面一直问我什么 那为什么有些人得了流感会怎么样 最后面我才问到他说他的哥哥 前年就是45岁的时候 因为流感重症而死掉 那从发病到死亡 五天 然后最后面还伤了 因为才45岁嘛 你想想看医院一定就是 什么东西全部都伤 那他就是没有打流感疑 我们每年在健保局里面看那些个案 那真的耗费医疗资源最多的那些个案通常来说 我会去审查 像那些流感重症的最后 按照耶克膜的一定都是祝愿一个疗症 可能要花上上百万的 那些人真的都是没有打流感疑 所以台湾大概就只能弱弱的跟 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跟美国CDC一样说 有65%啊 有30% 台湾只能弱弱的跟人家讲说 所谓流感重症会死的都是没有打流感疑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的 就是保护力 那湿是什么 湿的话当然就是说 我们打了流感疫苗之后 会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那当然最常见副作用 当然就是我们打流感疫苗之后 手会不举 大概两三天 会酸酸的 那有非常少数的人可能会 有一点点发烧 大概37度4 37度5这样子 大概有两三天 那当然产生最厉害的并发症 通常来说都是神经学上面的并发症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打流感疫苗 到身体里面去 那我们的免疫系统会不会莫名的启动 然后开始去攻击我们自己的周边神经系统 那个东西我们叫做Gillen-Barre syndrome 那真的厉害的时候 有的时候需要血浆置换什么的 或是打免疫球蛋白 但是那个个案毕竟是少 那这几年来说 我认为打流感疫苗 应该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症状 发高烧 跟我们流感的症状 发高烧 其实很难辨别的 那如果真的不幸 台湾有一天终于有冠状病毒的社区感染的话 为了避免你因为流感而到了急诊室 跟那一些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混在一起 那你应该趁着有机会的时候 去打流感疫苗 这样子的话可以起码让急诊室分流一下 那据说疾管局今年准备了六百五十万支 居然还有三十万支没人打 所以说如果开放全民施打的话 我希望说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今年还是去打一下 好我有机会 这个真的是要打就对了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打 OK好 所以这个真的是听到这个 其实不只是今年打 应该说今年冬天还是要打 明年冬天还是要打 如果就像陈建仁副总统所预测的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最后 会像流行性感冒病毒一样 每年冬天来个一次 我觉得这一次能够防得不错 是因为台湾人在前半段 每一个人都非常用力的洗手 每一个人都非常用力的戴口罩 可是我觉得人是有惰性 所以再过几个月 也许人的警觉性没那么高 那个时候如果 新型冠状病毒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 它是有机会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的 特别是台湾这一次 其实它都没有真正进来过 因为台湾人是完全没有抗体的 所以他万一进来的话 也许会蛮凶猛的也不一定 OK所以你有说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瘟疫或流感 或者说这样这次的病毒 真正在做像这种规模的爆发的时候 个人要怎么样去面对它 做什么样的防护 其实新的一个传染疾病的时候 我觉得一开始我们面对它 就是要搞清楚它是怎么样传染 像这一次的话 大概大家都 前面的资讯我们都知道很明确的 都是飞沫跟接触 所谓的飞沫就是说 当患者打个喷嚏 可能周围两公尺的桌面 或者是把手这些 可能都会被张污 那昨天德国才有一个新的报道说 这个新的冠状病毒呢 它存在那个把手上面 能把上面可以到九天 那比一般的流感病毒 能够存活长四倍 所以德国人为什么会做这个研究 是因为他们德国的第一个患者 是一个上海的超级传染者 所以那个不能叫做超级传染者 他只不过是回德国总公司去开个会 然后在德国的时候他完全没发病 他是回到上海之后才开始发烧的 结果可是他在德国的时候 就传染给啪啦啪啦 好像传给四个人的样子 这个所以德国人就吓到了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冠状病毒 所以第一个面对一个新的传染病 我们第一个要知道它传播的途径 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防范它 那幸好我们现在碰到的新的病毒 看起来都是接触传染 跟黑魔传染居多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一定要常洗手 一定要常洗手 那出入公共场所 我想这个报章媒体大概也宣 也宣导的非常多了 就是随身带一罐干洗手 如果没有干洗手 那也一定要用一般的洗手 好好的而且洗完手之后最好都要擦干 那特别是在吃东西以前 或者是你从外面的公共场所回到家 你要多洗手 那第二个其实大家常常 有的时候会忽略的就是身上的衣物 身上的衣物 像如果有社区传染的这种季节的时候 请大家要注意说 我们的外出服跟家居服可能要分得很开 那我们从外面回到家里面 最好在门口旁边就放个衣架 然后外出服一回家就挂在那个衣架上面 甚至来说如果说有一些 像现在很流行的漂白水 或者是75%的酒精 在衣服的外层可以喷一喷 这些东西都可以减少 上面病毒的附着 那第三个就很不好意思说了 就是维持健康的身心 这个话大家都会讲 然后要穿暖 因为人的免疫系统有的时候 是跟温度其实有关系的 那我们都希望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很平和的状况之下 让大家的抵抗力能够好一点点 那如果要再讲深一点的话 我大概要引述北一的周百川主 他是我们胸腔科的精英 就是像有一些人他就是特别容易感冒 特别容易上呼吸道感染 甚至有一些本来就有气喘的人 可能这个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是家里面的空气的清静程度 像他就会推荐说 当我们室外的 当我们空气中PM2.5高的时候 那回到家里面最好空气清静机要开着 当然是指于那种 有HEPA滤网的 尽量让PM2.5那些有害的物质降低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台湾因为都很潮湿 所以尽量维持室内的湿度 在50%到40%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呼吸道的上级细胞 尽量的维持健康 我们所谓常常会感冒的人 其实都是因为上呼吸道的状况 一直处在慢性发炎的状况 很容易让病毒就侵犯 然后破坏我们的年末上面的免疫系统 所以对于气喘 或者是说本来就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 可能空气品质跟湿度 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理解理解 那我还是要问一个大家现在最关心 去排队买口罩问题 就是我们该不该去排队买抢口罩这件事情 我认为因为现在是2月13号 我们现在受访是2月13号 我认为除非你搭捷运 或是搭公车 或是搭铁路 大众月出工具 除了这几个地方还说实际上是不需要戴口罩 因为台湾到目前为止真的没有社区感染 虽然我们几个胸腔内科医师的群组都一直在交换意见 到底有没有 因为按照道理来说台湾应该要有 那基本上来说过年回来的那一波从中国回来的人 他们所造成的第一波的疫情应该会在2月10号左右会出来 但是现在已经2月13号了 看起来那个确定个案一直都没有增加 这个是好事 这代表说台湾人都非常的有公民水准 那所以现在其实在台湾戴不戴口罩 我觉得是大概来说不是一个issue 但是万一真的有社区感染的时候 所谓的社区感染就是说 一个人被确诊 但是他源头不知道 那那个时候就变成说你在任何地方碰到任何人 其实你都没有办法确定他会不会传给你 那那个时候我认为是尽量戴口罩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目前为止 如果说有公家配送的口罩 基本上来说一个礼拜是两个 反正你能够领就去领 那台湾据说3月2号的产能 口罩产能就会到一天1000万个 那个时候应该就怎么样都不会缺 那我自己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 其实到大卖场或者是到什么地方 我都不戴口罩 我只有进到医院里面去看诊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医院都是不戴外个口罩 他就不让你进去 所以我就一定会戴口罩 那我现在是尽量不搭大众的交通工具 那我认为台湾到目前为止是安全的 但是我不反对各位去领那个每个礼拜两个的口罩 要领到也不容易 刚才提说其实社区感染就像说新加坡 他们现在是连健身司机都有被感染 而且等于是完全不晓得说为什么他会被感染 新加坡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 那李选龙总理在前天吧 还是大前天 他就用英语 华语跟马来语 三声道 就在YouTube上面讲了好像十分钟的演说 他那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会把新型冠状病毒当作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他基本上就把它当作是一般的流行性感冒 但是重症的频率高一点点 这个样子来看待 那所以说站在他的基调 全新加坡人是不应该戴口罩的 除非你自己有感冒 然后他就是那如果你有轻症你就在家里面自己自我管理就好了 那除非说你真的重症了 所谓的重症就是 少都不会退越来越传了 然后照着胸部也是光变了 你再来医院 那这个东西我认为它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那所以他选择了这个东西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防疫动能其实是完全不足的 一个他们抢不到口罩 他只好跟国民说他就不鼓励大家戴口罩了 新加坡到目前为止就是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每一个家户发四个口罩 之后就没了 那他这个有一点在赌国运也是在赌人品 所谓的赌国运的意思是新加坡会不会变成下个武汉 那就是他已经他也没有能力去像台湾一样守边境 守得非常严因为新加坡基本上是一个商业的国家 如果商业活动全部都停止的话 我想他们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他就只好把希望寄予所有的新加坡国民 他认为新加坡国民都会很认真的洗手 都会很认真的说如果有自己有感冒症状就自我居家 居家自我健康管理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去赌人性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看最后会怎么样 那李显龙总理是在2月10号2月11号发表这个原说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看14天之后 14天之后大概就是两个潜伏期 一个潜伏期两个潜伏期之后 新加坡会不会爆炸 那我们从几个迹象看起来 应该他会他可能不像他想象的这么好 因为我们从几个地方看就说 泰国泰国今天有个新的新闻就是 有两个英国的犯人他是在泰国犯罪 所以一开始关到泰国的监狱里面 那后来因为泰国跟英国应该有一度条约 所以这两个犯人就被押到英国的监狱去了 结果一进到英国监狱之前发现他发烧了 这一宴两个都是冠状病毒阳性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泰国已经沦陷了 他们没有去宴而已 那泰国基本上来说监狱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 不管是监狱学校或者是军队 这些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密集的地方一旦发生这种传染病 基本上来说基本上已经 已经确定说他们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 已经扩散开来了 已经扩散开来了 那我们现在只能说 希望说这个病毒所造成的重症 真的比我们现在认知的要少非常多 不然的话我们将来会看到的是新加坡跟泰国 也许他会变成二分级的武汉 那这样子的话 台湾要锁住社区感染又会再更难一点 这个世界会受伤更重 没错 所以其实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你其实在整个过程 你一直提到好几次说 其实就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但这对大部分来讲 都是好像耳边缝一样 这边听起来那边出去 因为你不晓得说 真的究竟要做什么事情 站在这个胸肠科的医生的立场 就说所谓的提升免疫力 或是说我们面对可能下一次会来的这些 不管是六冠也好 或是说新冠病毒的一个爆发也好 不管遇到未来会出现什么状况 那究竟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面对 或是我们怎么样把身体练好了 其实主持人问到就是 我们大概我们都是中年人了嘛 那中年人最欠缺的就是运动嘛 那提升免疫力来说 第一个是要规律的运动 那第二个当然营养要弄好 那我不太相信说台湾到目前为止 还会有人说营养不良 那台湾其实是一个物资非常非常充裕的地方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当然每一种营养素都要够 特别是在蔬果上面的社区 那我想像这样子的健康医师在我们台湾的公民里面 应该都很普遍了 那台湾人很多人都是欠时间 欠运动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需要提升的 那有的时候我们把人生的priority 有的时候就是看你觉得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一点 那很遗憾的是有很多人通常来说 都是经历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生病之后 才会醒悟到这一点 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 常常是要生过一个病 都在说很久没有运动了 那我觉得维持健康的身心 然后营养要摄取均衡 然后我觉得在台湾算是一个比较 在整个华人世界里面 算是一个比较让人家relatively能够让人家放松的地方 老实说我们这个地方的竞争没有那么的优胜裂败 还算是一个可以让人家好好的休养生息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这一代的中年人在台湾 应该可以取得一个相当平衡的做法 在事业上面还有在身心上面 毕竟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瘟疫 其实大的瘟疫带给我们的人生意义 可能是让我们停一下脚步来 想一想说人生的priority是怎么样 当然现在因为陈时中在前面挡着 好像都挡得不错 所以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就连我到大卖场去或者是到什么地方去 我觉得人好像也没有少多少 那这个是好事 如果真的一旦 真的台湾如果发生了社区感染的话 其实那个东西当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或商业活动 没有那么频繁的时候 我想也是让大家停下脚步 好好地想一想说 大概在我们人生里面 大概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把它再重新一二三四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新的疑兵对于我们人来说 带来的一些positive的aspect 我记得以前好像在美国哪个网站看到说 临死之前应该不会有人想说 要是我当时在办公室多带一点时间多好 其实大部分人就想说 哎呀某某人我当初我好像亏欠他什么 就要去还他 大部分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今天要呼应 那个您刚刚提到 其实就是要在你身体还很好的时候 去做一些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您刚刚提到这些都是 我们平常没有做的 那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好那在这个节目的访谈 最后不晓得说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样的题目 在这个我们聊这个瘟疫 现代瘟疫的这个主题之下 有什么东西你觉得说 我们没有特别聊到 然后你想起来想要跟观众听众朋友 再多讲一些 我是觉得说现在的 现在的社会应该就是说 越通那个 资讯越透明化 然后越即时化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人 所以说information的取得是很重要的 像这次我感受很深刻的就是 中国的崔少哲 就是那个李文明医师 他那个时候在微博上面发 他好像是在12月30号发的 那其实我们在12月30号 他发以后没有多久 在我们的PTT 我想这边有很多PTT的乡名嘛 就是在PTT的八卦版里面 马上就有人说中国SARS在线 其实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那时候是晚上还不睡觉 在那边划PTT 我那时候看到说中国SARS在线 我想说这个一定又是假新闻 但是后来就知道说 我们现在网路非常的发达 所以慢慢慢慢会有其他 就算是在中国那么 资讯相对而言比较封锁的地方 我们开始在很多不同的来源 都有人confirm说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那所以我们其实从1月初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盯了 那我们后来才知道说 其实现在的蔡政府 也是在选举前 1月11号选举 他们也是在1月初开始就开始调动人马 开始在看说口罩怎么样去弄我 或什么的 所以这个东西在2020年的今天 跟2013年的SARS是天与地的对比 我还记得2013年的SARS 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 然后每天在那边哭说 WHO不给我们讯息什么的 那其实到了今天 各位可以看这一次的整个来龙去脉 WHO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很低 那包括说这一次的武汉病毒的RNA序列 基本上来说都是高来高去 所谓的高来高去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是好几个国家的 比较会定序的人 病毒生物学家一起共同完成的 那他们可能人跟人之间都距离在好几千公里 但他们可以共同完成 大概在几天之内 一个礼拜以内就把这个病毒完全立去完成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2003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经过17年之后再重新再来一次 那就我个人而言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信或不信 我们都经历过这两次的东西 那人类社会的进步 还有人类社会制度的优胜裂 本来在这两次就看得很清楚 其实中国这次的应对 我觉得就跟2013年那时候台北的应对 其实是一样 那我觉得经过17年来 我们算是没有白活 然后在社会制度以及在公民的素养上面 都比当年来说有进步非常多 那这个是我对这一次到目前为止的感想 OK好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刘仁峰医师 来帮我们做这么多瘟疫啊 病毒啊 在我们现代人 我们如果去面对它 然后当然也如何练好自己身体 好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拜拜